一仙国小小朋友与华山小勤会日本吴勇 带来花丽舞表演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2024台北温泉季即将登场 今年以三型花丽季北投缤纷乐 月复古月时尚为主题 邀请东北六大祭典之一的三型花丽季 南陆市声波鬼泰谷等团体 带来浓厚日本风情的特色舞蹈 还有即兴演出以及舞蹈教学等互动交流 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日式风情 在三型县米泽市的花丽舞团们 今年他们将会派出超过60位的花丽舞的表演者 一起来到我们北投这里为我们做演出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三型县南陆市的 声波鬼泰谷演出团体 他也是一个非常地方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表演 在三型县南陆市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他们也有自己的祭典 然后我们也另外邀请到了 从全球唯一的榻榻米乐器演奏的谍乐团 重新回到我们台北北投来做演出 那他们呢也会带来我们榻榻米的DIY 以及其他各种DIY来这里给我们民众做分享 我想最辛苦的就是每一年的温泉季 我们都要绞尽脑筋 然后呢要想我们到底要办什么样的活动 四年一次的撞神教那就不用想 那四年一次搞就知道是要撞神教 但是呢在这四年当中的三年我到底要办什么活动 这个都让我们非常的苦恼 然后今年呢我们邀请了将近两百位的日本的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盛典 那我想这个活动呢 大家可以在电视影片上看到 他们是一个东北非常有名的祭典 那也因为我们今年的六月份 我们带着我们的商圈去三行线交流 对不对 那知事跟市长还有会长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他们也自己要编一算 因为他们也来了七八十位 台北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北投的温泉 那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北投呢还荣获了米其林绿色三星城镇 这样的一个荣誉 因为我们有好的旅宿 好的商圈 以及很好的观光的资源 所以呢竟然可以 这真的是我们整个台湾的交流 大家赞不赞成 来鼓掌一下 米其林绿色三星城镇 非常了不起哦 还有呢 也竟然可以被我们美国非常重要的福斯电视台 推荐为全球的最佳的旅游景点 真的是 我都觉得这我们很台北的骄傲 台湾的荣耀 所以我们现在北投温泉记 算行之多年 那刚刚有讲到说 主持人就讲泡明汤 想美食 想优惠 但这个想优惠要跟大家说 想优惠要抢优惠 因为呢 每年到这个时候 这个优惠券啊 常常就一扫而空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北投温泉 想优惠 手脚要抢快一点 才会抢得到 那当然要非常谢谢我们整个协会呢 带动我们整个的北投的观光 所以我想这个公司协力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展现 大家也知道台湾的温泉 北投是首创 而且是龙头 那从北到南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 我们观光署为了推展我们台湾的温泉 我们每一年在9月开始 以台湾好汤去推动我们台湾的好观光 那当然在座里面 我们还要靠更多的我们温泉饭店 还有我们在座的商圈 各个的一个产业 因为我想是要在大家互相一起带动 那当然也要我们讲了越在地越国际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台北温泉季 每一年都能够串联国际 从刚刚提到的去年的壮教 今年又看到了花利季 那达到国际的交流 除了来自日本的精彩演出之外 还集结近80家温泉及美食业者 共享盛举 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近来北投 就能享受丰富的温泉美食之旅 那在活动期间呢 我们北投还有亚太的温泉协会呢 准备了非常多的展摊 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温泉业者呢 都有到现场 那会在我们这一次的台北温泉季呢 作为贩售 还有分享给所有的 喜欢我们北投温泉的好朋友们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的爱新文创市集 那以及我们符伦社的 捐血静缘 还有乳房摄影的检查 这一次呢 同样都会在我们台北温泉季的 这五天内 来一起给我们的民众参与 那在五天的活动上呢 我们还有找了许多 在地的表演 那以及我们北投的一些国小国中 然后以及我们大学的一些色大的好朋友们 一起到我们现场的舞台上作为表演 也希望呢 我们的民众朋友呢 可以一起来支持 2024台北温泉季将于10月30号到11月3号 在新北投盛大登场 温泉季期间还安排新北投文化导览服务 以及温泉专车 众多精彩活动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一同来北投泡明汤 吃美食享优惠 感受北投温泉文化的美丽 记者李奇慧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